藍白用國會改革的民意 推倒很多民進黨的立委 硬勢強壓 完全不顧程序正義這件事情 是民眾所反對的嘛 所以就算是下大雨 帶著小孩 我在那裡也要堅守崗位 告訴你台灣人民才是主人嘛 所以昨天其實我們每一個人 全部都是淋了全身屍啦 但沒有人先離開 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看到民眾這麼多的支持 我們看到青鳥這麼多的支持 你是冒了嗎 政治人物啊很現實 對民意最敏感 所以就如剛剛委員所說的 如果我們不 我們如果聞到這個議題 這個政治議題 不是民意所支持的 我告訴你我們不會辦 我們絕對不會辦 但現在我們好多人全部要下鄉 而且還要到市場裡面去 到社區裡面去 拿著麥克風 我們就要現場開獎 代表是什麼 代表我們的支持者 要求我們必須要針對這件事情 講給大家聽 講清楚 說明白 所以現在民意 是這樣要求我們所有的議員 這也是台灣民意基金會 跟中華亞太交流協會的民調 做出來的反應 跟我們所感受的 是完全一致的嗎 有吻合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民意的支持 國民黨知不知道 民眾黨知不知道 當然知道啊 如果不知道的話 繼續用這樣子的方式 繼續用人數過半的方式 去碾壓民進黨 花東三法就應該要過了 對不對 如果民意沒有站在 反對國民黨跟民眾黨 你相不相信 花東三法 上個禮拜 上上禮拜就過了 對 對不對 國民黨不會自踩刹車 是嗎 為什麼要停止 為什麼傅寬奇要 歸民轉倒揮 是因為民意反撲了 國民黨民眾黨的立委 全部感受到壓力的 包含國民黨黨中央 都感受到壓力的 這些國民黨年輕的立委 全部都被變成第一名 要被罷免的 所以全部喊停止了 所以這一件事情 民意已經在反國民黨了 那如果國民黨 還是這樣硬推 包含在19、20、21 他要用反制青鳥的方式 去辦一個遊行 我要告訴大家 我再強調一次 青鳥的市場活動 加上接下來的三天 這個禮拜 19、20、21 也就是禮拜三 禮拜四、禮拜五的活動 都不是民進黨動員的 全部都是金明聯 這些民團動員的 所以秩序全部都是由 國民團來維持 而國民黨如果在同一個時間 動員出你們的支持者 你們要怎麼樣管秩序 你們如果讓你們的支持者 跟所謂的青鳥的支持者 發生了衝突 你們可是要付出代價的 因為藍鳥是國民黨動員的 青鳥是民團組織的 青鳥不是民進黨可以管的鳥的 青鳥 我告訴你要是我 我其實對於青鳥要動員這三場 我其實有一點壓抑 因為你知道覆益不過 幾乎是大家都已經知道 那為什麼我們要做這一件事情 為什麼青鳥要做這一件事情 其實我有點不理解 但是我尊重民團 因為民團號召代表民團感受到 過去這四天青鳥的支持者 願意在這三天再站到立法院 來讓立法委員感受到壓力 感受到民意 所以我們要尊重他們 而藍營 不管你是藍鳥 藍鷹或者是藍雕 你站出來到底為何 如果你真的是要跟民眾來溝通 就像黃國昌 就像國民黨所講的 民進黨下鄉都在造謠 那很簡單啊 青鳥要在集結 接下來這三天 當他們集結的時候 你就站上舞台 你告訴現場的青鳥 為什麼我叫做國會改革 我要說服你們支持我 你們敢嗎 如果你們都不敢 然後只是要動員來尬場 我告訴你 這只是會讓民意更反噬 所以我昨天 我覺得王世堅 這個 王世堅委員 他出來講 國民黨藍鳥拿出來 倒閣解散國會 要就一次來 對 我覺得他昨天講的這一段話 我真的非常非常贊成 因為他這一段話 他這一段話是在講 許曉鑫 許曉鑫說現在是大罷免時代 民進黨要罷免我一個 我要罷免五個 我告訴你 民進黨不會罷免 任何國民黨的立委 是民眾要罷免國民黨的立委 因為國民黨的立委 成為黨裔的立委 沒有反應民意 所以這個 許曉鑫居然用這樣子的方式 講說好像是民進黨去操作的 所以王世堅就講說 我愛說啦 不用這樣罷免 因為這樣子的罷免 擾亂的民心 讓人民一直這樣子動員 人民太累了 所以如果真正藍營 有骨氣拿出藍鳥的精神 就直接提倒閣 就直接推倒閣 那就解散國會 大家全部一次重選 不要在那邊大費周章 如果真的有骨氣 真的玩真的 那就是提不信的難 倒閣 解散國會 大家重選 是的確 其實大家都知道表決 明知是不會贏的 但是這些青鳥 依然要站出來表達的 就是一個態度 余將軍怎麼觀察 桃園場的部分 你有感受到 所謂的民意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我先這樣講 這個複議案 也叫做否定案 就是我對 行政院對立法院 所提出的這個案子 否定 否定要一半 要一半 要57個人以上 才可以過關 那麼非必要時間 我覺得院長副院長 不會加入投票 所以國民黨 加上兩級 五黨級的52人 因為扣掉院長副院長 52人 那麼52人 他還不夠 要5席到6席以上 所以民眾黨 在這一次 複議案裡面 扮演的重要的角色 你不能不表示意見 因為民眾黨 遇到比較尷尬的狀況 包含像這個救國團 這些黨產相關的議案 他就躲起來 就解散不舉手 反正只要多數就過了 就不來了 這一次不行 這一次赴議案 民眾黨是不能躲起來的 他不能躲起來 大家認為民眾黨 在這一次的 國會無法 他有沒有壓力 有壓力 沒有壓力 台中市的民眾黨的主委 為什麼要跳出來講話 那個講得 非常的直接 坦白 我們是要面對民意選舉的 我們不是不分區 不用經過選 就可以當立法委員 江和樹主委 講得非常明白 有沒有壓力 有壓力 就是你什麼都 跟傅坤騎走 那當時人家就不要投民進黨 不要投民眾黨 直接投國民黨就好了 與其他小藍 我不如投 這個國民黨就行了 所以 台中市的主委 已經講出了 民眾黨在基層的壓力 已經出現 地方壓力 對 那麼在這一次的 這個 覆議案 民眾黨 能不能躲起來呢 他不能躲起來 他躲起來 這個案子就沒了 那柯文哲故意在那邊喊說 是你們不敢站 什麼的 之類的 其實也是 避免被邊緣化 因為在整個的過程 他幾乎是被邊緣化 對 因為柯文哲 不能在立法院裡面 質詢 行政院長 你他的角色 這兩席 民眾黨的立委 這一個是黃國昌 另外一個七個人搶 黃國昌是一定會出來講的 剩下另外一個 就七個人搶 那柯文哲的角色呢 沒了 沒了 他沒有角色 只有辦電視辯論會 才有他的角色 而且他還不要出錢 他叫你辦 我來列席 我想要舞台 我還不想出錢 那麼在立法院裡面 行政院長接受 直接沒他的份啊 所以柯文哲 當然希望辦電視辯論啊 那你說 其實柯文哲 還有一個很簡單的方式 就國民黨在辦台的時候 他就要台南去嘛 柯文哲就直接上 謝龍介舉辦的台南舞台 不就好了 加入藍營的宣講 直接上去就好了 反正也很不違和 他又不想當小蘭 這是印證的江河術的話 如果柯文哲上了 國民黨的宣講台 民眾黨就是小蘭了 民眾黨就不要再自稱是白了 你就是小蘭 那如果是小蘭 有很多不喜歡 國民黨的票就跑掉了 就跑掉 這是柯文哲怕的啊 所以我才說這次赴議案 唯一的變數 國民黨不會啦 我想國民黨這52席 包含兩個五黨籍 一票都不會跑 不敢跑 我之前認為說 會不會上廁所 不會不會 一票都不會跑 可是現在壓力在民眾黨的身上 民眾黨不能再用不舉 不能再用不舉手 或者是不在場證明 來糊弄過去 不能糊弄啦 再不舉 我覺得民眾黨已經快垮了 不舉就 這個案子就沒了 你只要民眾黨 沒有出席 三到四個以上 我覺得五個 我覺得五個以上 不叫保險 你要五個人以上 這個赴議案才保險 如果你就不見了 去吃午飯了 或去抽煙了 又沒有 又沒有在進場去舉手 這個案子 就退回去了 所以說民眾黨 現在我覺得 所有的壓力 在民眾黨身上 正在民眾黨身上 你要變成一個小籃嗎 還是你要違背 當時投給你 三百多萬政黨票 這一些 它並不是 對藍綠那麼買單 它是希望你 民眾黨成為關鍵的少數 最後你變成關鍵的小籃 所以它會跑掉很多 所以我覺得這一場 青鳥行動壓力 最強是壓在民眾黨的身上 如果你進去舉手了 而且這是記名 這次跟我們投議長一樣 是選票有名字 你同意還是不同意 那每個都會唱票的 所以民眾黨面臨的壓力 我覺得空前的大 否則台中的主委 不會跳出來講話 否則黃國昌的老師 不會跳出來講話 否則柯文哲不會說 讓我辦個電視辯論 因為想曝光 想說明 想把藍色的色彩 沖淡一點 可是按照這種狀況之下去 真的是吃這個也養 吃這個也養 不舉手 當時為什麼要支持 舉了手你變小藍 所以民眾黨麻煩了 對 所以我們看到了 全台宣講的這個場子 藍綠的場子 其實就可以看出 民意的所在 只說現在 就如余嘉 這所說的 這個民意 現在是壓在民眾黨 他們壓力是非常的大 可是現在黃國昌 還要面臨自己的老師 對他也不甚滿意 來 民語 這個我們看到 這個黃國昌的恩師 鄭秀玲呢 退出怒轟 黃國昌 然後退黨 他說立法行政 本來現在互相尊重 這些立委 自我膨脹成 太上皇 蓄意刁難 以及扯後腿 連黃國昌的老師 都這麼講了 我覺得要先聽一下 這個鄭秀玲 就是台大經濟系的教授 鄭秀玲 這個你知道 當時 這個不管是討黨產 或者是說 有很多的這個改革 其實都是 反服貿 反服貿 這個通通都是出自鄭秀玲之手 所以很多學生 其實是蠻福音搭的 那我先來講 鄭秀玲他怎麼樣子 痛心疾首的 來痛批這個黃國昌 他講了幾個點 他第一個點 是講說 這個黃國昌 你就是一心想要取代 柯文哲 成為第三勢力的領導人 而且心心念念的 想要成為新北市長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 他除了想要選 新北市長之外 他這樣鄭秀玲覺得很痛心 是說你是巴著國民黨 希望國民黨能夠理讓你選新北 而且你已經蒙蔽了 出賣了你的良知 哇 我覺得老師會用這麼重的字眼 去形容他眼中的這個學生 我覺得這個字眼真的是 蠻重的 再來第三個 他講到說 當時你民眾黨 你白是以巴西 你是棄權的 你是支持韓國瑜當選的 然後除了這個棄權支持韓國瑜當選之外 你這個民眾黨這巴西 你又缺席 來這個幫助國民黨 他們上個禮拜 試圖想要這個救國團的 這個條款 想要再把它重新再恢復回來 所以他們故意缺席 所以為國民黨所的提案 又進行復委審查 他也觀察到這一點了 然後再來呢 他講說傅昆琦跟黃國昌 你們是美其民 要來做國會改革 但實質上呢 你根本就是想要修理 這個政府官員 讓新政府無法順利推動政務 然後最後呢 他呼籲全民 他說你要繼續的 來觀察這個黃國昌 他說是不是有 反對這個七大項的法案 包括了反紅媒 所以你看這個老師 長期觀察他洋洋沙沙寫出 他對黃國昌的觀感 那你看黃國昌 面對什麼老科 什麼都匹配叫 他趕快對這個老師嗆回去 他就是一天到晚嗆老科 說你叫什麼叫什麼 但是聽到這個鄭秀玲 這樣子的批評他 他只敢講說 這個老師的意見 他會虛心的傾聽 但是你知道嗎 即便他講說 對於老師 他也不敢對老師講說 你叫什麼叫 他也知道說 這個鄭秀玲老師 在這個信壇上面 其實是非常的有名望的 不敢亂嗆老師 所以我剛剛講嘛 就他包括提出什麼 反服貌的這些觀點 當時都是黃國昌 怎麼都在幫老師這個宣傳 那你看 但是下面的這個網友 就即便黃國昌講說 哎呀我會虛聽請教 但是你知道網友都不買單 網友都在罵他 就講說哎呦你雖然只是聽 但是你只是聽耳邊瘋 老師的教誨 你還是繼續做你自己的 所以大家等於說 對於黃國昌的這樣子說 唯虛心中央 其實根本就是不買單 那回過頭來 你講說這個鄭秀玲講的對不對 鄭秀玲講的 就是大家最近 一直在罵黃國昌的 對啊 你確實是為了這個 為了這個黨產 我講一個最新的嘛 上禮拜 上禮拜講到那個 國民黨啊 又對了這個 舊國團 就是 黨產這件事情 他們就提出了想要把他復委 因為在上上禮拜 民眾黨是已經把 國民黨這個 就是把他封殺掉 沒想到 這個國民黨又捲土重來 又捲土重來 那你看哦 這個 當時在投票的時候啊 這八席啊 兩亮白燈 果然又跟民眾黨 這個白的一樣 又亮白燈 那代表說這個八席呢 就是 就是又是缺席 缺席的狀況之下 等於就是說 保送 保送國民黨的這個案子 又死灰復燃 那我稍微簡單講一下 就是說這個 救國團 大家知道 還有61筆土地 高達2萬 2萬坪的這個土地 還有還有16.3億的資產 現在國民黨死灰復燃 又想要把他討回來 那我想說 為什麼黃國昌 這個是比國民黨 更可惡的地方 因為黃國昌 在這個案子 死灰復燃的前八天 他自己去上了 黃靖營跟徐千晴的直播 他才在那邊大肆的痛批說 國民黨 你就是這個不當黨產 你少在那邊 給我想要死灰復燃 想要重新再把他追討回來 還有什麼塑及既往 他還在那邊講著正義凜然 你才剛講完的八天 結果國民黨的這個提案 結果你自己 又突然帶領你的這八席 就突然又不見又消失 等於說你又順利的保送 國民黨 又把這個資產給討回來 那就代表說 你講一套說一套 怎麼會八天前的黃國昌 跟八天後的黃國昌 你是雙重人格吧 你是分裂嗎 對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黃國昌 你這個老師根本就看穿你了 民眾黨現在怎麼面臨一個狀況 你就說其實完全無法說服外界 包含黃國昌自己的老師 都已經是痛癖他了 那我們也看到了 在這個整個過程當中 其實藍營現在是幾乎是 完全是一個縱使之地 只說民眾黨是不是要跟著他 敬平你怎麼樣觀察 剛剛蘇培英也有提到說 青鳥行動 這個不是民進黨發起的 那國民黨也沒有什麼 所謂的什麼藍鳥 藍鵟 藍鷹 藍什麼的 藍叉 藍圈 一大堆的都沒有 國民黨也沒有發動這個 如果有 那你 你們徐曉鑫耶 徐曉鑫說的 徐曉鑫說是藍鷹代表 徐曉鑫說的是她的 藍鳥代表 民團 藍紅